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现在让我来挑战你们 你们愿意让那些因福音而受苦的人 来为你们报告吗 让我这样挑战你们 你们敢让朝鲜的基督徒来为你们祷告吗 你们愿意让那些在中东被恐怖分子斩首的基督徒和教会 来为你们祷告吗 为什么 这几十年来我们看见福音在中国兴盛 因为中国的教会为这福音的缘故被求 中国的教会为这个福音的奥秘而被捆锁 被藐视 被驱逐 被逼迫 不过长达半个多世纪 直到今天 因为中国的教会有无数的福音的见证人 像保罗一样 是曾经为耶税 是曾经为耶税的缘故被求的 因此 中国教会的祷告 大有人意 因此中国教会所传讲的福音 迄今为止 不能够给中国的基督徒 带来一点现实的好处和意义 撒旦在中国不能够说 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人信耶稣 是因为他们信主给他们带来了成功嘛 带来了社会的地位 掌权者的尊敬和法律的保护 神借着他的中国的教会 向撒旦 向那空中的掌权者 叫他们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阿们 就是神曾经借着约伯 在魔鬼的面前所见证的 就是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所成就的像普天下所见证的 就是神在两千年的教会历史当中 借着历史历代的受苦的教会 受苦的传道人和受苦的基督徒 向这个世界所见证的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 中国教会稍微的经历了一点 约伯所经历的 稍微的经历了一点 保罗所经历的 而这些经历都指向 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 而这就是中国教会 复兴的奥秘 你渴望复兴吗 我告诉你 你渴望保罗为你祷告吗 你渴望那历代的圣徒为你祷告吗 你渴望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的 一切受苦的教会和受捆锁的基督徒 为你祷告吗 为中国教会的复兴来祷告吗 那就意味着 你渴望 你渴望 你羡慕 那为耶稣基督被求的 因为在中国家庭教会的身上 有基督十字架的印记 虽然不配 我们不配 然而一个神的恩典 仍然有主赏赐给我们的十字架的印记 但是我要说 这十字架的印记 在今天中国教会的身上 正在逐渐的飘行 正在逐渐的变淡 你身上曾经有个印记 慢慢现在已经看不见了 已经快要长好了 我上一周看到一个牧师他写的 他说他去他们教会的一个弟兄那里 然后说到这个教会最近面对的各种的逼迫 或者是逼迫的风声 然后那个弟兄就跟他讲一句话 那个弟兄说 逼迫该来了 实在是该来了 再不来中国教会就晚了 为什么 因为这二十多年来 中国的新兴的城市教会 都没有受过逼迫 因为中国教会所受的逼迫 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因为这一代的教会起来 没有受过逼迫 逼迫再不来 我们就完蛋了 逼迫再不来 我们就世俗化了 逼迫再不来 我们就要用信耶稣 为我们带来的益处 来向这个世界传扬如您了 但是感谢主 主仍然使用我们 主仍然愿意让他在中国的教会 是透过信耶稣没有益处 没有好处 来向这个世界传扬福音 来向今天的中国社会来 见证这福音的奥秘 这是主厌重了我们 这是主决明我们 有名的参照 对 字幕提供 行新闻 没有找到 不 我也我就来 这种地方 这种地方 事实上 一 听益的